總統蔡議員和經濟部長王米花作會標榮替台灣水力發展和出國人一起團體 感謝他們對台灣水主委的努力 王米花表示南部副法雖然壓不改毒 不過已經逃過最困難的時候 未來會繼續來打拚 台灣的地心是算得很高 水很急 去給他變成和共水力領外面對水災還有副法的調整 蔡議員總統還有經濟部王米花部長前往 公務人力發展學員 頒發水力出事共享中方 感謝所有秀候台灣水主委的董林 蔡議員總統在首席也說得到 進入透過的前三季發告以後特別調列 推動水力發展的腳步 只會越來越快 過去這幾年來 大家都辛苦了 前年我們剛度過百年大旱 去年南部地區的降雨量又創下30年來的新地 但大家把危機變轉機 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已經度過的今年水情最辛苦的階段 從2017年開始 透過前瞻水環境建設計畫 我們投入1,800多億的經費 做開源、截流、調度和備源的穩定供水方案 我們也特別加強各地的農泉水力工程 那麼行政員也在3月合定 穩定南部供水抗寒計畫 為南部地區多多找水、吊水 並且穩定供水 王民法部長也表示 這次兩次的考案 作指揮官的期間 看到每一個當年都在無憂 都讓他相當感動 當時也很累 這次台灣每一個水族完調都 正在控制的改革方案 背後都有建議的專業判斷 還有創新的作法 讓他很放心 那從兩次的抗憾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要打50公尺還是100公尺 這個水乾不乾淨 水質夠不夠 他們都事先評估好 所以打出來的水質好之外 打出來的量 都比他們原先預估的還要多 台灣自來水公司 陳總經理 陳隆昌先生 就來這裡受了總統請求辦法的中心心就這樣 李主席因為太高興 有幾個月都還要落馬賽 說到自己一生在台灣自來水50年來 現在已經82歲也要離開 我一生從事自來水 超過50年 從大學畢業 就到省工工工程局 自來水測量設計規劃隊 替各地水廠做進水廠的規劃設計施工的工作 一直到現在我還在做 已經82歲了 我還不離開自來水公司 我一直把自來水公司當作 我的良家一樣 台灣有一百十八的水域 九十五座的水口 七萬公里的管理的白水 以及另外一個七萬公里的自來水道 人對於用水還有白水沒有特別感慨的時候 其實北厚還有一間優先的價位 而且點點付出的水雷林圓 記者邱伯廷打把蔡宏伯都